今天要分享的是 樂高新的系列 也不算新 應該說是今年新的系列 然後應該是 3月還是4月開始的 嗯 差不多 Blaid Haits 應該是 樂高Blaid Haits 還是Haits 反正就是這個啦 我不太會唸他正確的發音 Blaid Haits 然後編號是41589 漫威系列的 美國隊長 然後這個系列 主要分成 基本上 都是超級英雄啊 然後有些就是那種電影的角色 像那個之前的 美女野獸 或者是 神鬼七行 這幾個 然後還有DC的超級英雄跟漫威超級英雄 目前好像出了十幾款啊 然後 本人目前只拿到這個美國隊長 跟等一下會拿到的那個 浩克 這兩個 然後有點像他有點像是那個 我 要當個創世神的那種 方塊人的設計 這邊是這樣 然後就直接分享給大家看 組裝上來講 他說明的內容 說明書的內容非常的簡單 就看著說明書組裝的話 大概不用五分鐘就可以完成它 然後 下面有個底座 它有個底座的設計 然後就是這個系列的LOGO 跟一個E 我一直看不懂這個E的意思 也不是編號 然後美國隊長是這樣 上面是這樣 側面是這樣 其實它這個系列 除了這個眼睛的零件比較麻煩以外 其他 都蠻好找的啦 平心而論 然後必須講這個系列 它沒有貼紙 我目前猜到兩個都沒有貼紙 你現在看到它這個胸口的部分 它是直接印製在那個樂高的LOGO上的 所以還不錯 上面這個A也是 轉眼圈給大家看 然後 完全不可動 它就是一個 算是Q版的公仔那種概念 側面是這樣 然後它這一個 有附一個盾牌 然後這個盾牌 就是我們一般用的樂高人用的那個盾牌 並沒有什麼特別的 它除了可以拿在手上 左右手都可以拿 也可以掛 學美國大王掛在背後這樣子 上面是這樣 轉眼圈是這樣 這個系列其實 是在之前 SDCC裡面開始出現後 這個系列就開始 確定會開始販售 然後台灣好像 還沒有開始出現 台灣目前有的應該都是水貨 比較多 有些人的朋友可以留意 因為它售價其實 我個人覺得還蠻貴的 因為現在售價大概最便宜的 也要400塊左右 然後本人是從國外直接拿 好像美金也要 9.9吧 如果我沒記錯的話 我有點忘記一下美金的售價 看台灣會不會有代理 台灣樂高會不會進這個系列 我才蠻可愛的 有新聞朋友可以考 好 好 好